《沙中期推拿東西》 《沙中期推拿東西》 歡迎你們 我是感眾維莫金哥 然後剛才欣賞完推拿的首輪會 那我覺得對 特別是對象我們是用非視覺 我們是用聽覺在聽電影的人而言 我覺得這支戲我還蠻推薦的 那我覺得它在很多聲音的表現上 是非常的豐富 像可能觀眾朋友進到戲院 你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場景 比如說下雨天 然後比如說車水馬龍的街道 這些其實它沒有透過口述影像的方式去呈現 但我在整個電影的欣賞過程中 我可以聽到很清楚的下雨啦 打雷啦 那還有配合像主角的哭聲啦 哭聲相應著下雨的聲音 忽大忽小啦 那我覺得它整支戲導演的戲法 手法很細膩 它讓整個戲的聲音是很飽滿的 所以在裡面也不會覺得說 因為當然以我們視障者的角度 我們會期待它有很多的道徒啊 但是它只是適當的用口述影像 口白的方式去描述一些場景跟狀況 所以它沒有很全然的去貫穿 但透過這些飽滿的聲音的呈現 它的Output 它讓我可以更清楚的去接受到說 現在主角的情緒是在宣洩 那我覺得它很有趣的去透過觀察一個推拿院 然後很多視障者的它的情 情也真 它的情欲的部分 即便是視障者也好 或其他的生性障礙者也好 我們也是一樣會有對感情的訴求啦 對於生理的需求啦 交朋友認知性事務的需求 那我覺得它在很短的時間內 用很自然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我想每個人進來到電影院 在看推拿這次戲的時候 你會看到或者聽到很多不一樣的面向 那我聽到很多 那我也很期待大家可以進來戲院裡面 去聽聽看去看看 你會發覺到一些不太一樣的面向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小鐘起退拿東西歡迎你們